Vaiolara Vaiolara 各位同学 欢迎回到旅线公益教室的时间 上礼拜双十节 过得怎样呢 老师挺开心的 不知道同学有没有知道内幕呢 老师在开心什么呢 如果知道内幕的话 下面留言 跟老师说一下 代表够关注 好的 那这礼拜 将近了万圣节的日子 每年都到万圣节的日子 就来做一些搞怪的事情 那今天来教一个 来教一个 蝙蝠 本来想说要吸血鬼 蝙蝠的一个装饰 一个饰品 然后教大家做这个小蝙蝠 用软木筛 然后搭配旅线的 一些做法做一个松螺的家 好的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今天要用到的工具 那工具可能要有 要有那个小圆棒 小圆棒 斜口钳 尖嘴钳 跟圆嘴钳 那这是今天用到的 基本铝线的制作工具 然后再介绍一下今天用到的材料 今天用到的材料 可以说比较小 小 小复杂一点 拿8mm的黑珠 两颗就够了 一个软木筛 那软木筛你要选择有logo的 没有logo的都可以 然后再来就是 他会用到 他会用到1.0的 绑眼睛的 1.0的软线 1.0的 然后外框的话 外框的话是用 那个眼睛跟 跟翅膀的话是用 用1.5 用1.5 用1.5的 铝线 软的 然后翅膀这个缠绕的部分 翅膀缠绕的部分 是用黑色1.0的 那其实 1.5也可以 只是他线条比较粗 只是层次感做得比较好的话 可以选择1.0 那如果你要做 你要省材料的话 1.5也可以 然后是2.0的软线 是做这个底下的 这个挂钩的部分 还有做上面的挂钩部分 因为这不能选择太细 太细的话 它容易掉下来 OK 好 那还有一个 那个两颗邪恶的牙齿 我们用红色的1.5去处理 那都是软线 好的 那我们就先把 我们就先把1.5拿出来 2.0是最后 2.0是最后的 那我们的 蝙蝙蝠 旁边去 旁边去 1.5的 好 今天教大家会比较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 嗯 把它拿出来 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 线大概把它收起来 大概 大约多长喔 其实这个做眼睛的部分很简单 就没有 就没有 没有去抓一个比例啊 我通常会 线不断 通常我会选择线不断 线不断拿一支麦克笔 或者是 或者是 或者是你这个圆啊 大概差不多 11公 11mm左右 的一个圆 10也可以 11也可以 这支笔也可以 如果你有圆棒的话 如果你有圆棒的话 用最前面这个圆端也可以 也可以 那就绕 绕个六圈 1 2 3 4 5 欸 不对 太多了 3圈而已 就这样子而已 我里面这边 1 2 3 4 5 6 我这边总共6圈 我这边总共6圈 我就可以拿起来的 我拿起来以后 这边就可以剪断了 这边 这边大约差不多是 5 6公分 我这边大概留个5 6公分就够了 从中间这边 两边把它拨开 两边拨开 有 有练习过小小兵的话 这个做 这个动作一定不陌生 做眼睛的部分 小小兵的眼睛 只是一个 眼睛的一个 复习而已 好 这样子 好了 那我们拿去 拿出 那个 1.0 大概把它抓个 3 40公分好了 抓个50公分好了 保险 30 30 再加到50 抓50公分好了 剪断 通常都会多啦 把珠子拿出来 一颗就好 一颗就好 把它放进去 把它放进去 这边留点线头 大约差不多 十公分左右 十公分左右 约到一组 看把珠子of 四席 這90度出來 這90度出來 然後珠子再丟進去 你看老子怕不夠長都留的特別長 我們做一下鬥雞眼比較可愛 這樣做一下鬥雞眼比較可愛 鬥雞眼 所以說大概 大概 一點點的距離就夠了 一點點的距離就夠了 到的時候我們抓一下 大約比例抓一下 抓好以後直接摺90度 抓好以後直接摺90度 這樣珠子就不會跑出來了 這樣珠子就不會跑出來了 一樣把圓繞起來 繞這個的時候要慢慢繞 要慢慢繞 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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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起來 我繞好以後啊 就再把它摺90度出來 哇那線太長了對不對 你看 線太長留這樣子夠了 三公分 留個三公分就夠了 中間有個縫 大約差不多 0.2而已啊 0.2而已 把它靠進去 線 這邊線是朝下的 我們就線朝下 這邊線朝下的 這邊線朝下 我們把它抵著 把它拉過來 繞 把它固定起來就可以了 繞個兩圈 牽著以前拿起來 好我們就把它來這邊做固定 把它固定起來 用鉗子 用鉗子稍微把它固定起來 就可以剪斷了 多餘的線就可以剪斷了 這邊一樣 這邊一樣 靠過去 跨過去 把它繞起來 一圈也可以 有固定起來就可以了 把它剪斷了 這樣子 可愛的眼睛 可愛的眼睛 那我們就把 我們的軟布塞拿出來 把它靠上去 把它靠上去 你要低一點 高一點都可以 把它壓上去 把它壓上去 直接轉到後面來 直接把它轉到後面來 轉到後面來以後 兩條線交叉 我們這次不塞進去了 直接 直接 旋 旋起來 這樣夠簡單嗎 把它旋起來 然後這邊稍微做調整一下 這邊稍微做調整一下 因為 這個軟線容易跑掉 這邊稍微做調整一下 眼睛不要變成高高低低的 平平的 這樣子 調整一下 OK 沒問題 沒問題 這邊就直接剪斷 直接剪斷 直接剪斷 剪斷 剪斷 剪斷以後直接往下剝就好了 這邊旋順 這邊旋頸 直接往下剝 直接往下剝 往下剝 那有旋頸的時候稍微 還是要眼睛要調整一下 OK 調整 調整好了 好 那好了以後我們拿取紅色的 紅色的1.5 我們去找一條紅色的1.5 找一條紅色的1.5 剪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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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多長呢 其實 其實15 16公分就夠了 然後直接 在中間這裡啊 摺一個小小的三角形 小小的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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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一個三角形 一個三角形 好 注意牙齒的高低喔 注意牙齒的高低 不要做到 一邊大一邊小 那高低就不好看了 這樣子 牙齒 小小的 然後一樣把它稍微 帶點弧度 一樣把它靠過去 靠過去有沒有 靠過去捏著 把它順過去 順過去 牙齒到了 捏著 靠過來 一樣 旋起來 旋到固定住的時候 用鉗子把它扭緊 把它扭緊 它就不會掉下來 也很容易固定 那一樣把它剪斷 把它轉邊 不要吃到自己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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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牙緊 夠快吧 一個眼睛 牙齒已經做好了 眼睛牙齒已經做好了 那我們現在做2.0 2.0 這裡 2.0 做翅膀 不對不對不對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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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同學要用2.0也可以 做翅膀也可以 好 1.5 1.5大約差不多20公分 應該夠 好 20公分兩條 20公分一條 好 再拿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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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公分兩條 線就可以放在旁邊了 我們這邊 留一點點 大約差不多2公分就夠了 2公分就夠了 2公分就夠了 2公分 2公分 直接折一個小小的角度 折一個小小的角度 然後再來就是 2公分 再來一個2公分 再來一個2公分 我是兩條線一起折的喔 再來一個2公分 折一個三角形 好 那這邊2公分 這邊2公分 這裡2公分 然後這裡3公分好了 3公分比較有比例 邪惡的比例 這3公分 這裡2公分 這裡2公分 這裡3公分 好 反折 直接反折 反折 反折 然後這邊就可以放手了 一邊抹下來 我們帶點 老師做一次動作就是這樣子 有個弧度 有個弧度 然後再 有個波浪有沒有 有個波浪 好 做這樣子有個波浪 這樣子 有個波浪 然後到這邊 到這邊就可以 一樣把它斷掉 好 這邊再做一次 這邊再做一次 這邊夾住 這邊夾住 好 這邊波浪 起來 波浪 起來 再點斜度 波浪 再起來 再一個波浪 再起來 再一個波浪 好 這個波浪 絕對沒有一定的大小 絕對沒有一定的大小 這樣子 稍微調整一下 做到一樣的 一樣的長度 前斷 好 這邊兩條 兩個翅膀對一下 大小不要差太多 兩邊翅膀大小對一下 不要差太多 那那個弧度不用去抓的 非常的一致 大約就可以了 好 這時候 拿起我們的 1.0的 黑色線 做一下造型 應該拉個30公分就可以做完兩顆了 30公分 好 注意同學看一下喔 這樣子對不對 我把它穿上去 穿上去 勾起來 勾起來 然後 線 往左手邊走 線往左手邊走 這樣子它這個就會固定起來了 那就可以隨便拉有沒有 隨便繞過來 捏緊 捏緊 摟下來 這裡 又卡住喔 又卡住這裡 捏緊 然後走這邊 大約 最後起來的時候啊 最後起來的時候 到這邊 最後起來的時候到這邊 稍微 旋一下 這是很簡約的一個做法 不用 只要把特色做出來就好了 把那個特色做出來就好了 這樣子 好 這邊一樣 這邊一樣 勾起來 拉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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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滿軟的 所以同學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它很難塑形 只是擔心太容易塑形而一直變形 呵呵呵 這條線不夠 就下去把它綁住就好了 這個東西 這個創作絕對沒有一定 這裡啊 就把它 綁起來固定 塞進去 夾起來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好 好了以後啊 我們大概 剛剛這邊有兩公分對不對 這邊兩公分 我們大概留到1.5公分左右 剪個0.5 剪斜的 這邊一樣 剪斜的 剪斜的 那這邊啊 拿起來以後 我們拿起我們的圓嘴前定位法 我在它的側邊 我這裡 搓個洞 這邊搓個洞 它會回彈 但是可以很明顯看到有個小洞 我這邊一樣 搓個洞 搓個洞 待會你也知道那個洞大約在哪裡 這裡拿著 把它稍微剝開一點 拆進去 把它拆進去了 OK 那這邊一樣 太長的話就再剪短一點 太長一點就剪短一點 因為 那個太長會打架 剝開一點 這樣 這樣 把它塞進去 塞著 把它塞進去 欸 跑錯了 翅膀裝錯 裝錯方向了 拆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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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中間調整一下 那 如果同學做起來還可以把翅膀往前 往前 抓一下 把它抓一下 它也很有不一樣的造型 有沒有 那就看同學完成的方式是怎樣的 好了以後啊 這樣這樣子幾乎都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就再拿起我們的2.0的 2.0的 剪一小結 圓嘴前 圓嘴前繞起來 做掛勾的 圓嘴前繞起來 拿90度下來 那 90度下來 如果同學 想要堅固一點 就過圓 然後 想要容易開一點的話 那就看同學 做到剛剛好就好了 一個問號 把這邊夾緊一下 這邊不用太長 這個塞進 塞到蝙蝠的頭那邊的話 算就可以了 那 如果同學不好塞 你可以用圓嘴前定位法 中間放著 抓到中間 擦一下 這樣子就很好塞了 這樣子 塞的時候 拿短一點 拿短一點 拆下去 緊了 緊了 好 這個頭上 就這樣子掛勾的部分 看是要掛繩子 還是掛一些小鋁線也可以 好 再接下來 我們拿起我們大圓棒 大圓棒大概差不多也是15公分左右啊 大圓 大圓棒 一個圓 這個圓 正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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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圓好了以後 尖嘴前 尖嘴前 拿起來 拉90度 拉90度 一條線把它整直 第二條線啊 這已經整垂直了有沒有 這樣子已經整垂直了 我們第二條線啊 這裡稍稍的注意一下喔 不是直接跨過去喔 這邊要做一個N字形 打開 上去 然後這邊再夾這邊 夾上去 這樣子這個圓就不會變形 這個圓就比較不會變形 然後再把它繞起來 如果不好繞 用鉗子把它夾緊 用鉗子來處理 捏短 同學不用擔心夾桑 這夾桑很正常 如果同學這樣子圓 塑形起來 覺得 不夠漂亮 那我們可以圓一嘴前 那個圓棒再拿過來 哇 沒得 沒得塑形 沒得塑形 那就是做得太剛好了 可是老師 這也塞不進去 那就這樣子 好 那這邊呢 一樣是剪斜斜的 這邊一樣 這邊搓一下 看哪一個尖嘴前比較尖 來搓一下 搓進去了 這樣搓進去了 別動 然後再把它 鉗子夾住 搓進去 好了 這個萬聖節的蝙蝠 那同學有快乾的話 可以在這部分 去補強一下 因為 這個軟線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它可能真的是比較簡易 像比如說 翅膀的 紋路這邊 還有眼睛這邊 還有那個牙齒這邊 甚至你插入軟木材這邊 都可以稍微點一下補 點一下快乾 點一下快乾 讓它 這個更牢固 這邊點一下 眼睛這邊點一下 等到乾了以後 就可以拿條繩子 或者是 麻繩 或者是鋁線 這樣子掛起來 掛起來 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有萬聖節的吸血鬼了 在這個節慶的時候 裝飾一下環境 也蠻有過節的氛圍 跟空縫相處一下 看一下喔 風格不同 都可以參考 也可以學習 好了 那今天的教學就到這邊 同學這邊 老師這邊 是專業為旅線創作的一個 頻道 喜歡老師的影片 記得在右下角這邊 點選一下讚 透過你的讚 會讓更多同學知道 有這支影片 這個頻道 也都專門在教學 教旅線的部分 如果喜歡老師的頻道 記得 訂閱追蹤 開啟小鈴鐺 在創作路上 有你有我 都不寂寞喔 下次 下下禮拜見面的話 就是萬聖節囉 同學們 先跟同學說 萬聖節快樂 同學們下禮拜見囉 掰掰